我说你切记 你要选举千万不能跟朱立伦合作 他听了大吃一惊 我说那你放心 他不会帮助你 但是你要小心他会成后 这个人就是朱立伦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华 朱立伦以一连串的程序 却卡住那么多人 但是不管怎么样 那现在国民党内民调最高的 还是侯友宜 侯友宜的民调是比 郭台铭要高 比赵少康 比张亚中 比朱立伦都要高 好 现在问题来了 就是说你既然你要征兆侯友宜 那现在你用一连串的程序 去卡住了那么多的人 侯友宜确确确的说 面对民调的直直落 他已经是非常着急 那过去我们一直以为他会在四月底 或者到五月他会宣布 但是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 他说侯极有可能会在四月 大概在四月上旬 他会做一个重大的宣布 他准备承担重任 参与选举 侯友宜没有做这个动作 结果没有想到 国民党内部有疑侯论出现 所谓疑侯论从五个面向来看 第一个侯友宜的民调 今非昔比 他是否还能代表国民党 出战赖清德 从几次的民调可以看得出来 如果是他 他大概没有办法赖清德了 那第二个 现在很多的民调做了出来 他本命区的新北市的本命区 都输赖清德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极有可能会被双杀 就是侯友宜一旦参选 他有可能大魏选不上 新北又被人家端掉 老朝被端掉 所以要不要推选侯友宜 大家国民党内部 现在正在考虑这个问题 那第三个 就是说朱立伦跟侯友宜 谈完了以后 各位有没有发现 侯友宜他现在 就是讲话 虽然还是非常保守 但是但是但是 他也慢慢的 来表达了 他要他有参选的意愿 然而他这个意愿 党中央觉得 还是不够强化 那第四个 各位有没有发现 国民党现在在开始谈 谈他的安全 他的两岸政策 他的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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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通 对国际观都很陌生 这个不是民进党批评他的 民进党的阿扁 不能讲民进党 绿营的阿扁说 他当时选 他也没什么国际观 是阿扁讲了一句公道话 但是国民党内部认为 他没有国际观 他的团队并不足以支撑大选 这种风凉话已经讲出来了 那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 讲出来的 这个是第四个观察的指标 第五个观察的指标 就是说 侯友宜既然是党中央 提名小组重要成员 截至目前为止 还没有通知他 说什么时候开会 你这个提名的人选 他最多只是调解了 陈杰修跟洪孟凯的 立委之争而已 那换句话说 这个应该是党中央协调的 为什么叫侯友宜协调 各位有没有发觉 这个很多奇奇怪怪的事 这个时候通通发生出来了 坦白说 坦白说 对于这一些问题 我们可以说 国民党内部 现在有一股以后论 这股以后论 他有三个方向促成 第一个方向促成 是第一 我们可以讲 朱立伦去看韩国瑜 为什么要把韩国瑜 纳到民调里面来 各位去想想看 为什么要把它纳到民调里面来 你就可以说明 就是说 这些所谓韩粉 或者是韩流的人 一旦回归到韩国瑜身上 那请问 胡友宜的民调还会高吗 大家想一想 好 那第二个 如果韩国瑜 你宣布要把它纳入 到了最后 名单上面又没有他 你不是让韩粉 又被骗了一次 又被党中央骗了一次 那请问 你究竟是要害韩国瑜 你还是要害胡友 那大家一定要 要把愤怒跟当年 气国台民一模一样 你又搞这一套 我是百事不得其解 就是说 本来如果你提名胡友宜 深造胡友宜 那大家韩粉都会支持胡友宜 可是那你说了 这个韩国瑜要纳入民调 突然又说 那我没有这样子 我没有说要把韩国瑜 纳到民调里面 那你不是骗了 骗了韩牛跟韩粉 那请问 你一连伤害 韩国瑜一连伤害 胡友宜 你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这种自杀行为 你都做得出来 自我了断 你都做得出来 那大家何必相信国民党 你选举的公正 那第三个就是 现在非常严重的 我觉得朱立伦在 拉一派打一派 就跟当年的吴敦义一模一样 你想重夺执政 做梦 就是说国民党 现在想要重夺执政 距离执政是越来越远 我老早我就说过了 你占的72点多的人口 你还选不赢国民党的话 情势那么好 你还选不过国民党的话 坦白说 国民党还想重返执政吗 去做梦吧 从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我怀疑国民党内部的 以后论 大概存在一段时间 那这段时间 就可以观察 一直到3月25号 突然把韩国瑜 也要纳到民调里面来 就是显然 他们是在削弱 侯友宜在地方的影响力 那事实上 侯友宜的民调会到这种地步 侯友宜 他自己要负30%的责任 因为像他讲的那个话 我都听不下去了 请问 我好好做事情 有人只要定位 不要职位 这些都是废话 但是侯友宜天天讲 天天讲 有人讲 侯友宜那是低调 如何如何 就是当你讲这些话 你就不想承担 到了最后你说 我要承担了 那你仿佛 你仿佛有一天 一个成绩不好的人 这个数学考试都考20分 突然有一天考100分 大家不会说 你是天重英才 而是说 那你是不是作弊 对不对 那侯友宜这样子 已经讲了两三个月 虽然最近好一点 说我要承担了 好 为了台湾我要打拼了 那请问这是参选声明吗 所以现在国民党内部 真的是有一股以后论 只不过以后论的联谊 是越来越大 越来越往外扩散 你尤其是韩国瑜 要纳入民调以后 这一波绝对是 国民党内斗的开始 那是谁促成了 这一波的内斗 是韩国瑜吗 我觉得韩国瑜那是无辜的 因为韩国瑜已经讲过 他只做公益 他愿意抬教 但是他不参选 那是谁在运作这股势力 这个我倒要问问朱立伦 因为现在国民党中央党部 你很多人 那你传出来的一些话 有的时候我都不方便引述 可是每一次讲到这个问题 我国民党内的朋友 就会跟我讲 哎呀你就不要讲那个朱立伦 朱立伦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坏 我从来没有说朱立伦坏 而是说大家对他的诚信原则 有严重的质疑 他对张善政所谓的桃源模式 可以快准狠打败郑运鹏 可是这一套模式 用到侯友宜 用到韩国瑜 或者用到郭台铭 为什么散不开 大家去想想 从前他可以非常精准的 拿下桃源市 那现在面对大选 他又是说他是总教练 他要重夺执政权 他要全面执政 这些都是朱立伦讲的 不是那我说的 可是他所做的 都好像是在配合民进党 那我就想不透 这个中间究竟发生什么问题 总而言之 总而言之 其实我可以告诉各位 我在2019年 我对朱立伦他很多的作为 我都质疑 这个人 那我是不太相信他 这个人 你要跟他相处 认为说 他会有诚信原则 你去问国民党 十个人里面 有几个人相信朱立伦 我这个话讲得非常难听 我从2019年 我就根本不相信他 我就根本不相信他 为什么 因为他对换柱事件 他使用那个做法 他是伤害了自己 伤害了洪秀柱 他也伤害了国民党 当然朱立伦今天 他有很多理由可以讲 但是那我可以告诉各位 他给予王金平的承诺 我是不好意思讲 他给予王金平的 给予洪秀柱的 还有其他人的承诺 坦白说 那一些人跟我讲 我听了我都吓了一大跳 我说天底下 应该没有这种人吧 你可以讲话不算话 大家会原谅你 是因为你在那个位置 你是不得已 但是当你没有权位 还要讲话不算话的时候 那你这一方面 哪一个人相信你 就是说朱立伦 那你讲的话 为什么国民党 尚从党主席 下到你的党友 你讲那么多的话 大家为什么通通不相信 就是因为你的态度 所导致的国民党内有 以后论 等到韩国瑜出来的时候 叫做以韩论 等到郭台铭出来 叫做以国论 就是说大家不知道 你想要干什么 这个就是朱立伦 事实上我在2019年 我曾经告诉一位国民党 非常重要的人物 我说你切记啊 你要选举 千万不能跟朱立伦合作 他听了大吃一惊 我说那你放心 他不会帮助你 但是你要小心 他会扯后腿 这个人就是朱立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说他会扯 这次是朱立伦 你这么说的 是朱立伦